歡迎 好 那大家午安 那我們最後一場 不過我可能會講的有點快 如果說有沒有聽懂 或這邊想要放慢就舉手 或是等一下我們結束之後 也可以在私底下找我聊聊這樣 那我們公司成立到今年就四年多 邁向第二個死亡股 大家都知道創業第一個死亡股 應該是三年 第二個死亡股應該就是週五年這樣 那我們現在邁入第二個死亡股這樣 那我們公司的核心的理念就是 地方與科技的橋樑 這故事就是等一下會在過程中 跟大家微微的到來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過去 都在協助地方小微型企業 做數位轉型跟數位科技的導入 當然還有做一些系統開發等等 就不多做介紹 右邊就是我這樣 我大學是讀航海系 都沒有聽錯是開船那個 然後開的不是郵輪 開的是那種貨櫃船超大的 那種貨櫃船 那當然是女生要跑船不是不行 就是有一點挑戰 所以我後來就去交大念運館 然後在這過程中 參與了一些跟農業相關競賽 然後我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到研華科技 去當PM 然後我就是在 不過我也在side project的過程中 就是參與很多不同農業案子 那於是就是第一個創業題目 就是想要把農業跟科技這兩個聽起來很遙遠的 做一些連結 所以我們在107年的時候 我們承接水保局的一個 參加水保局的一個補助計畫 在那過程中也算是我真正第一次走入農村 踏入農村 然後做很多實地的拜訪 包含去拜訪農藥的 然後做地方創生的 然後種田的等等都有 然後接著陸陸續續就開始嘗試一些 例如說我辦黑客松的科技競賽 那可是我可能辦跟那種海洋相關的 或是跟農業相關 就是把那種議題帶到就是科技跟地方的一些結合 那也協助地方開始做一些資訊啊 或是數位化的導入 包含可能是做那種互動式的 RFID的廣告啊 那官網啊等等 那我們也跟學校老師做一些合作 例如說把食農教育或是食育教育 做到這種科技應用上 那當然我們還有做一些系統開發 這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介紹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啦 這邊就快速跳過 那在我們就是 在持續走訪過程中 其實我們會發現 農民他除了種田之外 還要面臨三件事 他自己會要銷售 然後要做行銷 還要再做服務 那其實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是校長兼壯中的狀態 那有時候他還在打側牙 或是還在務農 還在採收過程中 他根本沒有時間去回訊息啊 就是有客人想要跟他訂一箱 訂兩箱他根本沒空回 他就變成是都要等很久 那或者是回了之後發現 其實問題都一樣 那為什麼問題會一樣 因為他那些東西他沒有錢 去做一個網站或是什麼 他只能PO一PO FB很難滑到 或是很難讓人家找到 那另外在行銷面下 其實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下FB廣告的經驗嗎 在座有下FB廣告的經驗 可以舉手嗎 那現在沒有我就多說一點 就是分享一下我們自己下FB廣告經驗 就是越來越貴啦 那當然是為什麼會越來越貴 第一個是假帳號越來越多啊 然後再來是投廣告的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你假帳號你只要分享給假帳號 假帳號也算會跟你收錢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都是在做所謂的公寓行銷 這邊有點行銷專業 就是在FB或是Google或是IG 這樣子一個公寓的流量池裡面去做行銷 沒有做一些導流 那下一次我還要再touch到同一個人 或是同一個TA 那只會比我原本的錢還要貴 這樣 那最後在銷售面向 不論是在做2B生意還是2C生意 現在跟客戶要貼乾淨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要去了解顧客的偏號 現在廣告如果你還統一一次推播 那肯定會被封鎖 你要怎麼知道他喜歡什麼 然後推播他給他他需要的這樣 於是就是老天兒 他們就是除了本身務農之外 還要賺錢 然後還要服務客人 然後還要懂性效 然後還要做那個 就是還要再做自己做客服這樣 好 所以我們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然後跟情境 我們做了一個這種對話式商務平台 那當然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大家都不用寫程式 不會寫程式 只要會做簡報 你也可以用我們平台做出一個 對話式商務的機器人 好 那這邊我就不介紹我們平台有什麼功能 大家可以 等一下最後可以自己 那個Google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這樣 那我就跟大家主要分享 我們的平台跟小農們 那跟我們這四年來 我們做了哪些比較特別的一些情境案例做分享 第一個情境呢 也是我們第一支做一個比較有趣的機器人 就是補助簡章看不懂 好補助簡章看不懂像什麼部 我都說那個政府計畫的補助簡章叫做老太婆的那個國腳部 後面接什麼大家自己知道 那這個有什麼困境呢 大家有申請過政府補助嗎 有看過這個國腳部嗎 大家沒有 好 那如果要申請 就是有時候我們要申請政府補助 一定要去看申請簡章 簡章上面會有什麼 怎麼申請 申請時間 然後限制 有的沒有你要做什麼嗎 這樣子 資格啊 然後等等要什麼文件啊這樣 好 那這時候呢 大家都很懶的看啊 或是看半天 然後沒找到 這時候會做什麼事 拿起電話 打上 直接打下去 這樣 然後就直接問 這個計畫怎麼申請 時間申請截止什麼時候 那我計畫說要繳去哪 要不要繳紙本 線上連結在哪裡 這樣 好 好 那承辦就崩潰 因為每個人都在問這些問題 他承辦心裡想 啊簡章不是有寫嗎 當然 你可以去上課那個簡章 他們沒辦法看這樣 好 於是我們做了一個 簡易的AI服務這樣 那我們在機器人上 也可以有AI 好 那先講我們怎麼做的 首先呢我們在平台 這是我們平台功能之一啦 他很簡單 新增 然後把問題答案匯入 然後使用 好 背後做了什麼事 背後我們採用BERT的NLP 這樣 那BERT算是就是開源 如果有在做NLP的 應該都知道BERT的部分 對那 比較算也比較算新的一點技術啦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用GPT3 貴到不行 他如果知道有使用過 他可能貴到不行 那再來是他們兩個擅長領域不太一樣 BERT要做上下文分析 或是要做所謂的QA這件事情 是比較好用的 但是GPT3 比較長 現在比較長有沒有 FB可以廣告那種AI寫文案 AI寫什麼AI 都因為論文也是AI寫的這樣 好 那就是這個可能比較適合GPT3這樣 好當然大家各個是所長 我們選用BERT的部分 好 所以呢按下使用之後 我們就開始後面什麼斷詞斷句什麼什麼 都我們系統自己解決 那對小農們或是對各個懲辦來說 他就是把答案跟問題 不用一題一題假就是一次賄賂 賄賂完之後會像什麼樣 好 他在直接在我們機器人問有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把錢告訴他 申請方式然後告訴他 外國人可不可以申請 就直接告訴他這樣 好 那這個算是我們第一個情境 那第二個情境呢也是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小農 或在賣農產品 他可能需要做一些食農教育 或是食魚教育 單純只是賣產品可能已經很難 在這市場好好生存這樣 那包含是這個是苗栗山合院的一個紅棗 那他就是會把紅棗的一些棗知識啊 棗營養啊全部都在上面 那你在購買他產品之前 你可能會先被他洗腦 欸紅棗很健康很好吃 那你看了看之後 喔好啦我買兩包這樣子 那透過我們透過機器人的方式 然後像這些圖卡圖溫選單啊 全部都是可以在我們平台上 直接做自由的置換 所以是更新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也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我們跟海洋大學合作的 大家這個QR Code也可以直接掃描 這樣 那掃描加入之後呢 中間下面有個叫測驗遊戲 那就可以來玩這個所謂的 考一考大家對麒麟菜 大家應該有吃過麒麟菜嗎 知道麒麟菜是什麼嗎 然後其實不知道的話直接掃了 慢慢就知道了 好 那當然就是跟海洋大學老師合作是為什麼 他其實在平常在推這個 潮間帶的這個藻類的一個知識教育 那他是做通識課 通識課要考試也太累 發考卷考試也太累 可是通識課要不要打成績 要 所以老師呢 就請我們跟我們一起合作 他把整個麒麟菜所有的教案 然後所有的知識全部上 全部做進所謂的聊天機器人裡面 所以你加入你就可以 完整的獲得所有麒麟菜的一個 他的一些生長啊等等 他的認識這樣 那他期中考怎麼考 同學就做好這樣 像大家現在做好 大家按那個遊戲測驗 然後開始麒麟菜考官出現 你考到超過60分 你就可以那個下課這樣 那我們那時候 等一下也可以開後材數據給大家看 那個同學會為了這堂課要拿100分 然後重複刷題 刷到100分才要下課這樣 那老師也覺得很開心啊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要傳遞知識比較重要 比考試還來得重要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分享一個 最近也是算是因為疫情有受影響的小農 我們做了什麼這樣 那過去呢這個是撒玉米 是南童的青農 他主要在賣玉米 那他以前都在原山 然後原山那個花博還有希望廣場的農民市集去做擺攤 可是當COVID-19來的時候 他就瞬間他沒辦法擺攤 那沒有辦法擺攤 他的產品也比較難賣疲乏 因為第一個量不多 第二個價格可能就相對來說會掉很多 那他生計會受到影響 那他也很聰明 他聯合了周遭很多的小農 說好啊那我來做蔬菜箱 然後因為那時候台北大家也不敢去菜市場嘛 去買菜這樣 所以這時候他就推出了蔬菜箱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去把他的蔬菜箱告訴大家 除了他的臉書之外 那所以他就透過他以前我們協助他做的這個官方帳號 然後他曾經的客戶都在這裡面 他就透過我們就幫他推播 現在有訂購蔬菜箱的資訊 那那時候我在台北 然後我也透過這個平台可以訂蔬菜箱給我爸爸媽媽之類的 好那在最後他再去今年2021 2021的時候他的蔬菜箱他在破千箱 應該有快2000箱 好那再來第四個情境 那可能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高雄的東西 剛剛還沒有找到還沒有搜尋的 趕快直接QR code掃起來這樣 那我一定要分享我的題目 跟剛剛那個私人分享不太一樣 叫做吃米不懂米價 大家會買菜知道菜價嗎 有去買菜嗎 可能連買菜都沒有嘛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買菜你 說不定多被人家收10塊錢都不知道 好快點掃 這時候我告訴你一個秘辛 怎麼不會被騙錢 好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叫查產銷 然後可以去查所有作物的價格 然後像水果啊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就講巴勒好了 我最喜歡買巴勒 那有一陣子就是巴勒不是那種 不要就是價格又提升然後又下降 然後我都不知道現在巴勒到底貴還是便宜 那這時候我突然就是 因為有一次有菜飯跟我講 他就說那種批發跟零售 就是公金買然後台金賣 就是我公金跟人家批過來的價格 然後用台金賣出去 就算是一個公道價這樣 那大家可以按查產銷 然後按到最後查價格 會發現他是給你市場的批發價 公金價 那這時候我就直接換算 然後我去對那個攤販 他的台金價 會不會跟我這個查到落差很大 查到落差很大 我就換下一間這樣子 那這是我買 這是我買菜的好幫手 所以應該是大家很需要啦 買菜好幫手 自己不需要也要掃起來給媽媽這樣子 對不對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最後一個請進要放到這裡 然後也是算是我覺得四年來 就是我公司成立四年來 我終於做回我第一個想要做的題目 那跟這個投影片我完全就是原封不動 就是除了版型之外 我原封不動 這是我四年前做的一個提案 那四年前呢就是覺得說 我遇到很多農民返向要種田 但是他會發現資訊很難找 找很久也不知道對還是不對 然後打電話 專人要等很久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專人也是不知道 一問三不知 我線上要操作系統 我還要登錄 註冊登錄 然後收驗證信這樣子 那變成是說在資訊傳遞上 就農民要返向種田 要獲得一些資訊 他可能就很不方便又很不容易 然後還不一定正確 甚至非常不及時 甚至要等很久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思考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機器人 然後我把我收集到的一些正確知識 直接透過機器人 然後直接大家用機器人 就可以得到最即時的正確資訊 而且用機器人就是免下載 免安裝免註冊 少個QR Code 大家都可以查菜價這樣 好 這時候然後再來就是 不論是LINE還是FB 就是老少嫌疑大家都會用 應該是相當容易這樣 那先在這邊暫停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會 這是四年前 因為大概四年前 我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遇到一個困境 就是我沒有正確資料 其實我自己早半天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正確資料 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問什麼 那後來就我們做著做著做著 就遇到了瓶頸這樣 畢竟我也不是農委會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用那些資料 於是我們才轉向 協助每個小農去做他自己品牌機器人 不過最近呢 我們剛好就是跟農委會的輔導處 有一些合作 那他也提供了我們很多很精闢的資料 不過我剛剛講的就是一個 沒有QR Code給你們測試 因為就是還在 我們還在內部封測中這樣 所以等一下我要快速的跳過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屆整個架構 這邊就大家參考 這是一個我們那個 會整很久的一個架構 那從加入機器人快速跳過 之後會有這個初次訊息 那初次訊息下呢 我們就會做所謂的 使用場景的一個介紹 那其實大家如果 未來要再設計機器人下 這邊也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要用 Managot做一個機器人的話 在初次訊息非常重要 因為初次訊息一定是 界定我們的使用服務範圍 界定場景 界定問候的一個 一個我們提供功能的一個邊界 不然農民就會覺得說 我一定什麼可以問 我還可以問你天氣 這樣 對 好 那設定好它的服務範圍跟解說 稍微怎麼操作之後 它可以透過圖文選單 開始進行操作這樣 當然我們也提供我們一些功能 比較重要的功能 去做一個檢疫的連鎖這樣 那圖文選單呢 我們是設計比較那個Fashion 我們可以平台上可以做圖文選單的切換頁 大家現在有用過切換頁的圖文選單嗎 LINE上面有很多圖文選單嗎 常常有一塊圖 有玩過切換頁的嗎 還沒有 那肯定要加入一下Managot這樣 好我們圖文選單是可以切換頁 我不只可以做上下頁 我可以做好幾十頁 換來換去都沒問題這樣 那平台功能就有帶來大家自行探索囉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第一個 我們在做引導設計 因為它的題庫非常龐大 就是接近500多題這樣子 那500題我不太可能全部一次 把題目給它 那我做就算我做了第一層分類 對它來說題目還是很多 所以我們做了三層式的分類 那從第一層就是我們最大項的 可能是跟土地 可能是跟農機 可能是跟行銷 可能是跟有機有相關 第二層就是在做一個紙分類這樣 那第三層就把所有的問題列出來 那到第三層的時候 大概每個題目就是大概約落7題到8題 那這邊三層呢也是壓縮 如果我們要設計機器人 不要設計超過三層 三層就是使用者的機械 三層他還得不到他可以按的地方 他會失去耐性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是在關鍵字 大家關鍵字好像很能夠理解 可是關鍵字是最 裡面最最最最最用不到的功能 因為大家一定 我寧可在那邊點 我也很懶得打字 甚至很多人是找不到鍵盤在哪裡的 這樣子 因為我圖文選單之後我那鍵盤剩一顆很小顆的 左下角的這個icon 我根本點不到他這樣 所以關鍵字他的應用情境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好 那當然他可能關鍵字可能就會點不到 但我們還是預設了關鍵字是做兩層這樣子 做兩層的一個分類跟篩選 然後也是做圖卡設計 那關鍵字一定80%輸入關鍵字 應該說95%輸入關鍵字都會直接去位置訊息 因為他對應不到 我們也沒辦法那麼像Siri或是那個天貓精靈一樣 這麼厲害還可以唱歌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會引導到未知訊息 那未知訊息也算是跟初次訊息一樣 甚至比初次訊息還要重要 因為這叫例外處理 就是說他找不到他的功能了 他在這邊準備迷路了 你一定要給他指引一個方向這樣 所以未知訊息我覺得算是 設計聊天機械裡面最重要的一步 他是一個燈塔的感覺 這樣因為他迷路了 他準備迷路在迷路的路上這樣 那未知訊息我就會告訴他 他可以接下來怎麼做這樣 他可以去AI問答或是幫他轉接真人這樣 很多機器人沒有做這一塊 然後我就一直在裡面迷路歸大槍這樣 甚至就像那個銀行還是什麼 現在很多銀行的那種客服都歸大槍 你打進去我想要轉接真人都不行這樣 但我後來都出絕招 我都直接選那個信用卡遺失 然後再問我其他問題一下 好 我發現我要找真人 我只能靠這個歐步這樣 好 那當然最後就是介紹到這一次 我們把整個題庫做了一些努力 然後讓他可以用 大家匯錄到 就剛剛我們第一個請進一 就是我做快問快答 可以做QA的訓練 亂詞斷句等等 做這樣子的快問快答 然後讓他可以直接輸入他想要問的問題 那這是我們的設定畫面也跳過 不過在快問快答上哪 這邊就也是算做經驗分享 我們第一次拿到原始資料 雖然他是整理好的Q跟A 然後我直接匯錄 然後訓練完出來之後 那個精準度慘不忍睹 只能說慘不忍睹 完全不知道要回答什麼這樣 究竟如果問的不對 還是這個model有問題 我們都匪夷所思 接著我就開始問 詢問在座 就是很多各路親友 然後我就給他 想說我是哪個model用不對嗎 還是我怎麼了 這樣 然後他們就看我的題目 他說 你這個題目 就是不論你用哪個model 都會出事 我後來重新檢視題目 以後公開再給大家看 那題目跟座文一樣長 就是一個題目超過300個字 然後那個沒辦法 他已經不是一個題目了 他還有前情提要 我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天氣怎麼樣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最後才一個問題 這樣 那就嚴重影響到我們在做NLP 就是他在做斷詞斷句 跟權重的一個比分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專案中 我們做了一個浩大工程 勞心勞力全公司都投入 就是做改寫跟擴寫 我們把它300字的座文 可能改寫到20字 甚至25字 就把這個題目給問完 就很多形容詞啊什麼什麼 都提逛光 問到只剩下該有的 就是主詞動詞名詞 這樣 這是第一個改寫 再來擴寫 就是我們要換句話說 這樣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個 換擴寫的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方法 叫做回憶 回憶是那個回家的回 然後翻譯的意 回憶法 回憶法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中文 例如說 這個我就拿這個來寫好了 這個 自有共有的農地無法申請詩 詩跟這個題目我都念不好 那這句話呢 我就拿去做Google Translation 然後翻成英文這樣 然後英文我在做什麼 我把它翻成日文 日文再翻回中文 你就會得到換句話說這樣 那你可以試試很多不同語言 我發現日文有用 然後 然後 泰文也不錯 然後 然後那種西班牙文是也不錯 但是 但是你會發現 久了就會有一些蠻像 有一些語言蠻像 所以這個可能要try try看 這樣 當然也是我新知識跟大家分享 這樣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專人客服 不過這專案沒有想要有專人 所以他就是請他留下問題 再去 後續再去做追蹤跟回答 那當然我們平台還有蠻多案例的 就不介紹 回到今天的主題這樣 訂閱制的雲服務到底有沒有 怎麼賺錢這樣 那我先跟大家說 訂閱制其實我還沒有解釋過那麼多 我解釋就會想 你就想繳電話費啊 你不是電話費 你就算沒人打給你 你也是要繳錢給中華電信吧 都遇到就是長輩都對電話費好像 比較能理解 我說對啊你看Line也是都會收訊息 每天你都可以打開 所以你就像繳電話費一樣 那我覺得講雲服務啊 雲不雲我覺得其實不是重點 雖然因為大家可能已經很習慣 他只會擔心要不要安裝啦 他不用安裝他可能就不擔心 可是這種雲服務的重點是在服務裡面 那後面就跟大家講 當然我們平台的三大優勢 簡單便宜服務好 這邊我就快速的 有些涉及到其他人的 因為我要快速跳過喔 好又開始囉 這是B牌的主畫面 然後是C牌的 然後G牌的 這是我們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面同學 我的其他的朋友們的那個畫面 他們主要的功能是強調流程化 對但是這個是在跟使用行為 然後還有在做UIUX有關的一些研究啦 就是流程化跟模組化的一個界面使用上 有一些詐異 流程化他對於邏輯 就是你本身很有邏輯 然後你想好一套 然後你去做 那那個界面會很適合你 可是對於我想到什麼做什麼的 這個就比較適合模組化這樣 好那再來要更快囉 涉及到其他人的那個商業機密 再來就是簡單便宜價格 好這個是B牌的價格 C牌的價格 G牌的價格 好這是我們家的價格 我們家的價格呢 是每個月最低是499 這個是我就是在我介紹 我第一個我走訪 農藥房啊然後百大青農啊 然後小農啊等等 我走訪台灣一圈 我問到大家農民可以接受的價格 然後大家都說 我覺得299是極限 然後我回家怎麼算 我都覺得 哇我AWS每個月跟我收1萬起跳 然後那個299 然後我還養了這麼多員工跟工程師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不行啊不能299 好險這時候 這個499支亂救了我 好我就覺得那我趕快 Follow大家來個499 雖然我現在也很後悔 但是這個價格已經是就是 死丁聽了就不能動 雲服務應該是不太能去挑動價格 所以一開始在定價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想清楚 這樣好 所以499算是大家也可以剛剛 如果有眼睛看到的話 應該會發現 我們不論是499還是899 絕對是全台最低價 我都保證 你找到比我便宜的 我就降價這樣子 但是應該是找不到 因為我們都在做慈善 對 我們共同創辦人每天都在說 你在做慈善嗎 我說這個我也不知道 好那最後就是服務 服務大概只有我們家 只有我們家是這樣 我的Line打開都會停3秒 因為我有超過三四百個群組 因為我跟一個農民 我就會開一個群組 然後他有什麼問題就會丟上來 然後他今天 他蛤蜊採收 然後他要PO蛤蜊的特寫 那個優惠 然後廣告文 他就把他蛤蜊的那個照拍到 然後傳到群組 然後寫幾個文字 然後丟給我說 那個Eason就是我同事 你可以幫我PO一下廣告嗎 我要那個什麼 我們從那個做平台的 變成做那個廣告代操這樣子 好 所以我說 回到剛剛那個雲服務 重點不是在雲 重點就是在服務這樣 好 然後最後大家還是貫心賺錢吧 那我覺得這 以SARS訂閱制來說 這一定是千篇一律 就是養套殺這樣子 那只是大家 養套殺這三個階段 你怎麼去執行 然後貫徹始終 就走出去大家的SARS 訂閱制的SARS 都是養套殺啦 就是 只是大家怎麼去 在每個階段 好好的執行下去這樣 那我們公司 第一個養 就是靠補助 最近要搭上政府的草油 所以政府有推很多數位轉型 然後一些補助 用雲工具我要上雲 好 所以政府其實在這幾年 就是編了蠻多的預算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 一開始 我們就是幫助這些農民 申請政府的補助 然後來讓我把它養起來 這樣 那我們怎麼套呢 我們就是 靠我們微博的人力 這樣去服務他們 例如說 我們家平台 才會這樣子開LINE群組 才會再幫你做廣告代操 才會說 可以幫我改個房價嗎 像那個有在做民宿的說 我現在春節的價格是這樣 我現在中秋節的價格是這樣 然後就每次都把價格 一串貼文字貼給我 然後就好幫他改這樣 你沒有想 我已經有平台了 他還是會丟給我們改這樣 好 算了 所以但是呢 我們用這個靠 這個靠我們的服務 把它套住這樣子 對 那最後才能跟他 問他要不要付錢這樣 那這套過程 如果是在一般 就是我們如果面向是一般 不是不要農業 就是比較正一般商業 電商領受 然後他要殺這個 這一套流程 其實大概執行一年到一年半 甚至久一點點兩年 你一定要殺他 如果沒有殺的話 那個公司也可能也會倒這樣 可是在農業比較特別 本公司四年了 大概還沒有到第三階段 我們還在第二階段這樣子 那怎麼套住 然後要殺下去的時候 其實需要一點時間 但我覺得至少要兩到三年 至少會比別人多一年的時間 然後要不斷在中間 然後去讓他持續的去依賴你 然後去覺得你好棒棒 然後甚至會覺得 有我們真好這樣子 他有辦法跟他說 政府沒有補助要收錢囉 然後他又覺得 以前都有人幫我做這些事 我現在不付錢 我以後要自己做 不做我可能少了這一塊 差很多這樣 那回到後來就是我們要撐這麼久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抱持著我們的核心理念 就是在做地方與科技間的橋梁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是 也會得到 因為我們圈台跑透透 就是我們最遠跑到 什麼地方都有 像嘉義的阿里山 就是梅山那一塊 就是也是很遠 我們都有在跑這樣 圈台 花蓮啊 台東啊 高雄啊 屏東我們常常都有在跑這樣 那我們還是 這是我們的公司核心理念 那因為其實 我覺得在整個世界 我們是科技不斷在進步 可是總會有一些人 他還在科技 比較使用上比較後面那一段 那我們以全人類來說要科技不斷進步 是全人類都要進步 所以我們主要是在幫後段班同學一起往前走這樣 那當然這就我們家官網 如果對功能還是對那個有興趣 只有14天都可以使用 他延長使用期間就來找我申請這樣 那我們的 我的怕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就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Janice 那這邊slido上有人問說 你可以在這邊 撰寫與改寫是否代表貴單位代替計畫承辦之公務人員 對公文的解釋 我天啊這問題也太文雅了 好 這樣是否有風險 好我翻譯一下 就是說因為他們那個 剛剛那個專案他剛剛有說他可能是承接工部門的計畫 那那些QA可能有一些都是公文裡面的韓文的用字 那不是那個Korean韓文 是說那個發韓 公家機關互相溝通之間的公務用詞 那經過這樣改寫或是擴寫 會不會有代替公家機關發言之疑慮 對這個你應該這個蠻簡單 其實不會應該是不會啦 對那我們請回答一下這樣 好 那我覺得你要有時候這樣疑慮肯定 風險啦風險 風險跟疑慮肯定是有啊 那當然所以我們這個專案的期程拖有點長 就是因為他們也會回去重新校對這樣 那目前校對到最後 因為我們只會改題目 答案我們是一個字都不動這樣 那現在就是我們昨天才開會 然後就是現在針對題目審過一遍沒有問題 他說答案很有問題 他答案還有1000字的 請問我在line上傳了1000字會看嗎 我要問一個問題傳了1000字會看嗎 那我說答案我們真的不敢 因為我也不是農業專家 我不能回答答案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正在往答案優化的地方 在做努力 所以這專案也還沒有公開 讓大家做實際的參與互動 那題目跟答案最後都會有 他們會有這個我們這個農委會 他會有長官跟他們的那個公務單位 會做最後的確認這樣 那我們還是以他給我的資料 做最後的 拿去做最後的訓練為主這樣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聊天機器人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這到底技術有什麼難的 我們現在不論是電商 MOMO或者是國泰銀行 他們都有自己的機器人 現成的大概就可以用 那我們自己用 我自己也是做於分析 其實發現最痛苦的地方是 越是專業領域 你要去做自動回覆那個越南 因為你就算像Google 好像Siri 或是我們講這個Google Assistant 他其實就是很針對日常的需求 幫我設定鬧鐘 那什麼時候叫我起床 或是我現在要開啟什麼APP 這個情境是很日常生活中 不會因為你今天是農民 你就指令給錯不會 可是農業很常有這個狀況 那就像比如說你不同 你種不同作物的 你問的問題問的方式就不一樣 那像我們常常見 剛剛大蟲有講到的 番茄有個叫做靠腐病 那靠腐病你這個我講 光講靠腐病 你在Google上 你很難Google到正確的資訊 因為那個是一個民間俗成的說法 那它還有它是有一個專有名詞的 對那病害蟲害農業的務農啊 都很多這種狀況 那像他們如果說是做比較 所以現在看起來發展的 比較容易往前走的 大概就是客戶服務啦 就是一般的客戶服務 但它又會有一些額外的問題 因為剛剛講農民 他可能連Gmail他幫他註冊好 所以社群平台的興起 其實是對於農民走向數位轉型 一個很大的助力啦 以前根本不是 他不會用Gmail 我遇過好多這種 他從來沒有打開自己的Gmail 但他會因為他註冊的這些APP 全部都是用Gmail註冊 那就變成是 就我剛剛說 他說你那個Gmail帳號 他就知道 你開一下信 我不開信的欸 我就傻眼 那你能怎麼辦 但所以這個東西 但他會用Gmail註冊line 會用Gmail註冊FB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講聊天機器人 在這種特殊領域 農業領域 他生態就會不太一樣 那換句話說 你在這個領域你採的夠久 你站的夠久 你不要隨便倒掉 那大概這個領域 你可以吃的市場 就可以穩定的經營 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什麼問題 或大家如果 如果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 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那要私下也可以 來找Janice或是找世人 然後我們可以 接下來時間 我們就大家開放自由交流 好不好 那這邊再回回 就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報名活動通 我們現場就是會送 那個大蟲農業贊助我們的 細煤狀資材一貫 那他稀釋倍數是800倍 所以你可以用很久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要闖關的 你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就開那個 蓋章的那個APP 幫你蓋章 對 然後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對 然後記得東西要帶走 不要忘記 好 謝謝